說到這種黃昏的三角鏈 這種糾葛 佩珍也是有感覺的 對 因為我是見證人 怎麼說 就是我在嫁給我前夫之前 然後我們還是朋友的時候 我就大概知道他家庭有問題 為什麼有一次就是 我有朋友跟我講說 他在外面遇到我前夫的爸爸 那時候還不是我前夫 是我男朋友的爸爸 帶著太太去 去喝酒 然後他說 你那個男朋友的爸爸 太太 哇 很登對 然後還說下次我們一起 開遊艇出去玩什麼的 然後我就在跟 那個時候跟我前夫吃飯的時候 說起這件事 他臉真的沉下來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我想說你怎麼臉就這麼臭 然後後來他才跟我說 那個不是我媽 我說你怎麼會一聽 就知道不是我媽 他說因為我爸 是不會帶我媽出門 我媽是帶不出門的女人 然後他會帶出去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小三 而且這個小三 他已經在很久 那就問他說 那你爸媽的感情 是因為這個小三才打壞了嗎 他說是 可是已經很久了 多久 從我前夫小學高年級的時候 就在一起 然後你知道他們是怎麼介入的 那個介入的東西是 我我前夫他媽媽生完兩個小孩之後 想要重返職場 因為那時候他們家人的 輸掉還不起來 然後他想說自己有什麼收費 可以談 然後他老公就說 要不然你去試試看直銷 還是保險比較業餘 看不太離譜 然後就介紹了我前夫的同學 我前夫他的公公的同 他爸爸的同學 給他認識 是一個女生 在國泰人壽做總監 然後介紹過去 然後我前夫的媽媽就傻傻 跟他去跑業務 去學 去上課 一轉頭 老公已經被騙走了 就當初的那個同學 就跟我前夫的爸爸在一起了 宿選公司那個 規律是最危險的 對 就他本來說是朋友 我介紹你來我同學的單位 去做受險員 然後會照顧好你 結果照顧到最後 其實這個同學 連我老公都照顧掉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還才國小高年級 高級賣款 我那個時候離婚前 他們快七十歲 三四十年 就這樣子 這個這個小三就很厲害 就卡住那個 等於是像二房一樣的位置 卡在那邊卡了四十年 然後帶出去的 都是帶這個小老婆 雖然李公公有小三 不對啦 不過小三也四十年 也算專情 對啦 你要這樣講的話 而且說真的 說真的就是好像 確實我所知道的 就是這個小老婆 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個男人 就很奇怪 男生都在外面 亂摸亂沾 可是好像做女生的 你只要變成小三 還是小四 你就只有一個男人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 你的婆婆怎麼看 怎麼跟這個小三的互動 一定很快 很快很快 而且一開始不知道 因為愛面子 他也不會說 在一開始就讓我知道說 其實這個家裡面 有另外一個女主人的存在 吃飯的時候一定就是公公婆婆 然後我們一對夫妻這樣吃 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知道我婆婆是一個不快樂的女人 為什麼每次吃飯 她就指貼罵地 因為說餐廳怎麼辦 阿公他們怎麼樣 都沒在回家吃飯 阿公他們兒子不好 她就罵很多東西 就很不快樂 可是始終她都沒有講到 那個我知道的 她的婚姻有問題 這件事情 一直到我們結婚之後 好 你是自己人 你是我媳婦 開始了 她的抱怨變成百分之九十五 她全部都是那個小三 賤人 她都用賤人稱呼這個小老婆 罵得很難聽 而且重點是她罵 她是在line上面罵 然後講話罵 吃飯罵 然後她還要把她跟別人罵 小三的那個line截圖下來 給我 傳給我 意思是什麼 別人罵這個那個女生 她到處罵 就是我婆婆到處 跟所有的親戚朋友 到處罵 因為很軟 可是你又沒有辦法 去改變這件事情 她就四個罵 對 沒料要截圖給我 然後問我有什麼看法 她的意思就是 她要我替她抱委 去說 可憐的媽媽 你這世人為這個家庭的付出 但是都沒有人 可以站在你這邊 替你做些什麼 譬如說連夜飯 連這個婆婆也不放過 要講這個事情 她就是要鬧 她就是要鬧開 可是你看嘛 這個東西就是 我前公公她的事業做起來了 然後我前婆婆又是那種 這個男的是從沒錢 我婆婆到現在才有錢 一百歲了 董娘 你知道嗎 他剛才見面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 我是董事長的太太 我就是董娘 他一定要這樣告訴我 就是所以他很在乎 那個原配的地位 但當小三出來的時候 他很緊 緊不過 你知道小三又是一個聰明的狠角色 這個後面只等一下在聊 但講到你知道 年夜飯那東西 他就想說被他拉好吵 那個時候大家 其實大家坐在那邊 然後大房 二房 三房 就是他們兄弟 整個弟化界大家座坐下來 然後阿嬤那時候人還在 就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場合 結果我前夫的媽媽 就站起來說 我要跟大家宣布 這個像像像 他在外面有小老婆了 在年夜飯的時候講這種 大家都在的時候 他就一百老吵 然後那錢公公跳起來追打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嫁進去 但我就聽我前夫跟我講說 你知道那個畫面就很難看 一個爸爸追著媽媽全場跑 然後小孩 其實小孩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就坐在那邊看自己爸爸媽媽互打 而且他說有一年的版本有菜刀 就是是爸爸拿菜刀 說你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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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死下死 有有有有有 很誇張 所以其實從小他們就在這種 陰影裡面長大就說 爸爸其實是一個不忠的男人 然後媽媽因此變成不快樂的女人 然後堂堂跟小孩說 你爸就對不起我 所以你們要對我加倍孝順 我為了你們才沒有離開這個婚姻 就很可怕 那公公是只有這個小三 還是說他還有其他的 你知道這個就是一個另外有趣的問題 因為我不敢問嘛 然後嫁慶去之後 就是一直忍受我婆婆 在不停的罵小三 然後我們覺得說 那個應該就是壞女人 對 可是有一次 我公公就突然約我 跟我先生 那時候就後來前夫去吃飯 然後吃一吃之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你們知不知道那個阿姨的故事 他在跟我們搶名 然後他不是說小三 他說阿姨 說母阿姨 然後我想說你現在想幹嘛 他就說這是一段很浪漫 又很悲哀的愛情故事 他說你們在你們媽媽口中聽到 那個阿姨是一個破壞 我們婚姻的第三者 可是你們知道嗎 我們從小就認識了 他說他們在迪化街的時候 就是兩個大戶人家的小孩 然後那個阿姨小時候 都是打著蝴蝶結的辮子 然後坐著三輪車 然後庸人就載他去學芭蕾舞 然後我前公公就載他們店門口 就看著那個小姐這樣過去 哇 就好像公主一樣 然後又念同一個小學 然後互相異愛 這樣說 然後很喜歡 可是他們兩家是世仇 迪化街那邊有很多 就是早期那些什麼 漳州人 福建人來 然後他們還有謝豆 所以確實我後來去查是真的 老師一定知道 就是他們有 張權謝豆 對 他們有幾個性 是絕對不能聯姻的 所以一開始 他們就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關係 但是這個小姐就會去那個 迪化街的那個老房 直接寫功課 互相相處 就是很易愛 但是不能怎麼樣 到我前公公去當兵 回來的時候 小姐嫁給別人了 心痛癒痕 剛剛失去了他這一身真愛的仙女 然後後來 淒美的愛情故事 他就去刺白人 這段愛情就深埋在心中 直到有一天很久之後 他在遇見這個心中的仙女 居然被他當時的老公家暴 然後後來離婚了 所以回到一個人 然後他們重逢的時候 我公公說我只想牽起他的手 跟他完成這一段未盡的姻緣 他自己說的 你知道嗎 我在餐廳聽著說 哇 你現在是在說三話 但是他講到眼角含淚喔 我不騙你 他那時候講到 我當下真的相信說 其實他是一個很專情的男人 就像這裡面這樣子 他說我不是不放手 我是放不了手 我想照顧他 他現在已經沒有人照顧了 他用這個角度來跟我們講 我真的相信 OK 所以他們在重逢的時候是幾歲 其實就是在保險 那段時間前面 就是在大概三十幾歲的時候 所以兩個人各自有小孩了 然後重逢之後發現說 你怎麼離婚了 你現在在做保險 可以可以 我一定支持你 然後就把他太太送過去 然後全家保險都在保 在這個女生的名下 然後最後本來是這種的機器 到要和肉體都做會機器過去 對 然後就這樣子 到現在應該都是還沒有斷的 都沒有斷 OK 那他中間有過其他的人嗎 我之前就被他騙 想說講成這樣 應該就真愛吧 但自從嫁進去的時間久了之後 然後陸陸續續之後發現 根本就不是像他說的這樣子 你如果說那是你前世未盡的姻緣 是被拆散的金童玉女 你就只有他而已 不是 他根本是結婚第二年開始 他就一直在亂搞 最誇張的一次是什麼 他有一天晚上醉醺醺醺的回來 哭倒在他老婆的面前 就是我前婆婆 他說我心愛的要去嫁別人 我的心很痛 哈囉你結婚了 後來才知道說他睡了公司的某一個職員 然後就地下情很久 然後後來人家覺得這樣是斑還 斬斷孽緣 然後去找證緣結婚 結果我前公公居然還有那個臉事 去哭倒在他的原配的面前說 我愛的女人要離開我了 我婆婆就整個被搞到瘋掉說 這個男的在外面臉花流彩還可以 回來哭給我聽 而且不只這個 我自己見過的就還有直銷商 那個其實人的曖昧很明顯 就他們兩個我們那時候見面六十幾歲 可是你會感覺到這兩個人有 那種奇妙的張力 當時他們六十幾歲 你前公公六十幾 對就是我嫁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直銷商 也六十幾 對也是六十幾 其實都是就像今天講黃昏之戀 也不是什麼漂亮的梅亞穿很辣 沒有就是歐巴桑 但從他們眼角的流動還有那種默契 還有就是我前夫跟我講 他家堆了好幾萬的直銷的那些什麼進水器 都沒有拆開 就是他們是有那個關係的 哇 眼角的流動也看得出來 還有一些更明顯的 有一次我跟我前夫去那個 外雙溪吃胡椒家 走進去 想要拿去賣服了 為什麼我看到我們前公公 跟一個把胸部放在桌上的暴乳中年女子 在吃胡椒蝦 那身材多好兩材 差不多也是五六十歲的人 穿這麼多然後很娇媚這樣子 你說他們兩個有黏在一起也還好 但是你就看到就覺得 曖昧啊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幾位 請大家按下訂閱鈕 請問一下鈕